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秦赵将王又耍花招 请赵惠文王到秦国的闽驰会见 于是赵惠文王叫令相如随同前去 为了防备意外 又带兵五千人护送 另有几万兵马在边境接应 大将连坡留守本国辅助太子 宴会中 秦王故意侮辱赵王 命赵王为他演奏乐曲 赵惠文王非常气愤 但又不好发泄出来 赵王听说秦王擅长演奏乐器 我这里有个瓦夫 请带王赏连 敲几下竹竹戏吧 秦王知道令相如的厉害 恐怕得不到便宜 也就让步了 就这样 两国敏持之会总算圆满而散 由于令相如保全了赵国不受屈辱 立了大功 赵惠文王特别加封令相如为丞相 地位在大将连坡之上 连坡很是不服气 认为令相如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 怎么也容忍不了他的官位在己之上 私下对自己的门客说 某时赵国大将 立下多少汗马功劳 相如小儿 有什么真实本领 喂呀老夫 我定要给他颜色看看 令相如听了之后就装病 连续几天不去上朝 有一天令相如与朋友同车出游 正是冤家路窄 老远就瞧见连坡的车马迎面而来 天下天下 转到肖像 让连老将军先过去吧 令臣下 您的官位比连将军高 应该是他让路才对呢 您不该这样胆小 让国人知道 定会笑话您懦弱呀 是啊 大人 您怎么怕连将军 就跟老鼠怕猫似的呢 秦王与连坡哪个势力大呀 当然是秦王的势力大 不错 天下诸侯都怕秦王 为了照顾 我敢当面责备于他 我敢当面责备于他 怎么反怕连老将军不成 秦国之所以不敢前来侵犯 就是因为 有我和我和连老将军 若我二人不能和睦相处 都为自己的名利而争斗 这样斗来斗去 只能是两败俱伤啊 一旦秦国之道 定会逞机攻打 我岂能 只为自己的面子 而弃国家 不信的安慰与不顾 为此 我宁愿让连坡 不愿亡照我苦 想入小尔 果然怕了 怎敢于某真路啊 一位朋友把这件事告诉连坡 连坡听后感到十分震惊 此事当真 见证万劝 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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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真是一小人 是新度君子之父 为了自己的名利 与人家争斗 与君与民而不顾 鲜血断送国家 不信的前途 连坡真是不知令史 连坡感到十分惭愧 于是他便赤着背 背着金条 到令相如府上去请罪 啊 这不是连大将军吗 是啊 没错 他这是干什么去了 啊 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啊 啊 大个人又是找事来了 啊 老乡旨 快快请去 快快请去 哎呀 陈相啊 连坡老卖昏庸 鞠躬四傲 不肯服人 遗老卖老 谁知 陈相宽宏大量 望陈相 多多多的教肯 多多的教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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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多多多多的教训啊 您成功 将军 从此以后 两人成了至交 辅佐赵王治理国家 得到老百姓的赞叹与爱戴 如果大家都学习 连坡将军知错改过 放下自私自利支持的行为 那么就会实现团结合作 国家安泰 世界和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